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园节意想事件 今天第一个小时这个节目 可是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年轻人 我们在想 这个一般来我们来讲说 台湾很多年轻人说什么 因为房价贵嘛 说要不吃不喝 要什么20年30年才能够买一间房子 然后呢 这个找不到什么工作薪水很低 今天来了这位Daniel 他就凭着他小时候被人家摸头 讲了一句被一个阿兜摸了一个头 讲了一话 改变了他一辈子 他后来呢 做了一个 钱多 是多 离家远的事情 对不对Daniel 没错没错 大家好叫Daniel 对 对Daniel声音很好听 谢谢 对不对 一个月前刚从南极回来 对 各位听到没有 他一个月从南极回来 他动不动又跑到北极去 对因为南极跟北极他们刚好就是夏季的时间是刚好相反的 我还以为你说刚好在隔壁了 对刚好是夏季开山洲开山洲的船 对山洲的船就到了北极了 对对对 Daniel在这个职业场上面 他实际上跑船的我这样讲 嗯 好不好可以没错吧 可以可以 好不好跑过货柜船 货柜船 游轮 游轮 开过游轮 对 还坐驾驶 对台湾第一位 国际游轮驾驶 对是的 我第一个去国际游轮驾驶 尝试的这个驾驶 对不对 第一位考上了南北极探险队的这个 这个什么算执照吗 对执照就是两个这个 靠去这个证书 对不对 好那这样的一个职职位 可以说是你可以想他这个人生 一定充满了许多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他今天呢出了一本书 叫做跟着我上游轮工作 好他最近缺助手 游轮公司很缺人 听说最近新游轮都下水 我前两天才有我身边的同事 跟我要三位的中文的探险队员 那游轮就不说游轮是一直都在缺 就讲中文的这个呃员工 主要是饭店员工 饭店员工 对 就一直在缺人对不对 一直在缺人 好 你觉得你是低薪一卒吗 哈很难买房子吗 你看看Daniel现在整排在买 对不对 没那么夸张 没那么夸张 你来讲讲看 告诉我你你的这个因为你写书要跟人家讲就有机会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来跟人家来讲 在游轮上好 那你当时混到了游轮驾驶 年薪大概多少钱 呃我们都是算月行 月行吗 但是还甚至要分得更细日行 因为借数上来说的话 对对对 你一个月大概都是在多少钱 如果是附近 那当时是驾驶吗 对驾驶从三富做起 三富那个时候比货轮还要少个大概两三万台币 哦货轮比较多 对因为如果说货轮比游轮少 那谁还要去货轮 懂了懂了 货轮很辛苦嘛 很辛苦 然后比较枯燥 然后没有异性 没有什么 你几乎没有异性 有异性 没有异性 有异性没有异性 异性有看过 suspicious就是怀疑有可能是有看过的异性 在太平洋上面 那个可以来分享 对对对对 这个在太平洋上面 然后都是一群男的 都是一群男的 然后无聊的要命 每天要做重复的工作 如果说你做很久的话就觉得很无聊了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给自己设定 大概至少五年以内就差不多该离开了 所以货轮上面一个月可以拿到多少钱 一个月三富的话可以拿到13到14万 13到14万 对远洋航线 那中物什么二富 二富大概15到16 15到16大富 大富20 船长 三十 各位听到没有 跑船有赚的 三十对不对 但现在更高了 现在因为就是缺船员 然后缺船员 疫情之后都几乎都涨薪水了 都涨薪水了 大概至少涨个2万到3万台币 每个值集 每一个值集都要往上涨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如果说趁着年轻的时候想好好的累积财富 在货轮上做船员 或者是好好的念书对不对 去让一接接往上走 一个月月入30万到40万 而且在船上管吃管喝管住 可以这样讲吧 管交通车下去玩 管交通车下去玩 而且管飞机回到你要去的地方 对的 来回的飞机 看你在哪里上船 对不对 管交通费 天上飞的在地上 对不对 对的 听起来很好 但就不要像那个到巴拿马运河给它卡在那边 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 对对 卡在那 对最近有个撞断一个什么大陆的桥 对对不对 这个没有follow到 这个没有follow到 有个桥被撞了 然后桥撞到桥墩港 当然一般来讲做货轮是很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 亲人 因为这份工作毕竟还是有技术性的 你必须要通过国家的航海特考执照 必须要念相关的学校念四年 然后实习 他必须要念相关的学校 相关学校 必须对不对 必须 不能今天我一个素人说我跑去考 考过了就算了 不行 中医就可以 驾驶不行 驾驶跟轮迹都不行 还一定要正式的学校 对正式的学校 所以要进入到做这个 但各位听到没有听到 怦然心动 说我一个月可以赚个三十多万 对不对 对不对 又有技术 不像这个做这个外送 对所以比较不容易被取代这样子 所以你要努力的考进某一种学校 除非哪一天传突然自动化 那就是另外一个story 谢谢你 这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 甚至有几个公司在那尝试这种 当然了 对不对 可是我想可预见的未来十年应该还不会马上 暂时应该不会发现 应该不会发现 因为他太多变因了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你要必须念书 进学校 然后再经过考证 然后才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去 对不对 对 那你在那边坐待了几年 你是第一个 那个是什么船 我在待长荣的货柜船 待了四年 他进长荣 他可真是长荣的主考官认为是知忧生 你有什么吸引到他们 就是多参加一些跟长荣相关的 比如说我去长荣海市博物馆大工 就是那个 当志工 就是那个凯道那边那个长荣大楼 对前面那个就是在 以前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前国民党党部 那一楼嘛 对不对 对他有一楼到五楼 一楼都是那个叫博物馆 都是海市博物馆 对 你在那边做什么 做志工 做志工 因为做了多少年 做了 他也没有做很久 我就一个礼拜或两礼拜去一次 然后大概两年时间 就是他们一看说 哇你是我们长荣人 有着长荣魂 对不对 是不是 对就是想跟接近长荣 对 然后才去当志工 你这句话太那个了 对 这个真的是 这个是抱狗腿的 抱大腿 真的是对 太厉害了 不管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达到目标 要达到目标 对对 那Daniel从小小时候 就又意志要上船 立志要上船 是因为他小时候 有一个很奇特的际遇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日杰意想之间 我们今天来看台湾这个有为的青年 他叫Daniel 他是现在目前是一个探险的导游 当然我们来提他现在的工作 他以前做过这个国际邮轮的驾驶 对国际轮驾驶 而且是这个货柜的驾驶 也是驾驶 都做过对不对 那是领高薪工作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他有非常专业的技巧 但是要提一点就是我们虽然领稍微多一点的薪水 但是我们在放假的时候是没有领任何薪水的 所以我们就在工作期间是有 可是没有周休 一下船你就没有保险 什么都没有保障 没有周休对不对 没有周休 也就是一上船就要很久 那货轮一上船 货轮 邮轮 现在我带的探险船全部都是没有周休的 不是 都要多久 货轮大概都一趟 以前的话那个时候是8加减1 8个月就是7到9个月 对 7到9个月 邮轮呢 邮轮是6加减1 但如果你是做饭店部门 你想再加长一点 公司也是OK的 也够OK的 所以他就是在你工作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的休假 没有任何休假 你的休息的时数大概都算小时 这就完全不能符合台湾的这个一粒一休 立个头了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牢机什么这种东西的 对 没办法符合 我们都是以海事劳工这个公约去 那你们都大家同意了才上船 对 当然了 那说实在你在屏障时间是领不到薪水的 领不到薪水 也没有保险 所以你都是自己去给自己订合约 订你未来要走的时间 对 你可以一年做10个月 你也可以一年做半年 听起来你们这行业也是高级劳工而已嘛 对 可以这么说的高级打工仔 高级打工仔嘛 对不对 比较看起来体面一点 对 好 来小时候Daniel有个奇遇 你知道 真的他一辈子都想要上船做这些什么事情 那一次回想起来就是还蛮有意思 因為我那時候去搭立新郵輪的寶瓶星號 然後爸爸媽媽就帶我上去 立新郵輪的寶瓶星號幾歲 好像是七八歲的時候 我總共搭兩次 然後那次就有機會然後上去駕駛山導覽 親自那個Adoa就是帶我去走一趟 然後那一圈然後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現在回想起來就覺得很幸運 因為現在幾乎不可能會開放駕駛山給客人 現在不准了 因為我自己當過駕駛 我自己知道假設你一條船有三千五千的客人 你要怎麼把這些客人全部亂玩 開什麼一笑 他上來摸一摸大船來給你拍照 哎呀帥哥拍個照怎麼玩 假設我在開船然後很繁忙 前面很多船我要讓要很多漁網要去躲 然後這時候這些客人上來就找我拍照 當然不可能 當然是你很憂懈的時候才能安排 你到底他跟你講什麼 我真的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我就記得他就摸摸了頭 然後感覺是跟我說 以後有機會這個地方就屬於你的 孩子 未來你就在這裡了 對 就很喜歡那種感覺 你是屬於我們的 你是我們是同類人 當時就是覺得那個赤福好帥 就覺得以後想穿那個赤福 所以小時候不要隨便亂摸人家小孩的頭 OK不要跟他講什麼東西好不好 搞得他現在你看看 這個一出去就是這樣 你爸媽對於你這種工作很熟悉了嗎 很熟悉了 我就跟他們講我在做什麼 他們 我爸爸比較遲早 那我媽媽他一開始我在進貨輪時候 他以為我在跑漁船的在捕魚的 捕魚的 他覺得很危險 然後後來就是給他看一下我在船上工作的照片 他就很理解 他其實就是一棟海 海上的一棟大樓 而且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網路 我們所使用的是叫衛星包裹的這個信件 那時候很差 很差幾乎沒有網路 只有在駕駛台有一些這個外星網路 可以透過收一些什麼天氣預報等等的 但是這種我們這種小民就不需要給這麼好的網路 你佔了這些頻寬還得了 對不對 就只有那個地方才做 所以一直到現在 現在是什麼 才開始可以使用mine 為什麼 在船上有亂 就是有這些網路的設備 現在最夯的就是馬斯克的星鏈 就是特斯拉使用的那個星鏈 現在就連我在去探險船 走到北極點 就是地球的最北端 都有星鏈 都有網路可以收到 你可以這邊發動態 你可以發IG什麼都可以 非常的方便 直接開直播 直接開直播也OK 這很酷耶 超酷 超酷 所以馬斯克真的對人類有巨大的貢獻 他還分星鏈跟星鏈Pro Pro的話我們就會更順暢一些 Pro更厲害 對對對 所以你看沒有星鏈你根本不可能做 所謂叫自動駕駛的車子 絕無可能 你的技術上根本 你沒有這個東西不可能 現在傳播也都是慢慢朝向這個方向 越來越方便就按個鍵就可以直接 所以人家有一度傳言說馬斯克要出手機完蛋了 所有的手機都被打趴了 因為他不要錢 他可以不要錢 可能是付個月費之類的 他就是這樣不要錢你就吃到飽 你只要買一個手機你就吃到飽 各位你走到北極發個line給南極的朋友 都是ok的都可以對不對 猛嗎 超猛 超猛 所以現在跟家人可以說就直接視訊了對不對 可以視訊了對 就現場我看到企鵝就直接拍 媽 黑叫企鵝 好不好 你看你要清燉還是紅燒 還是三杯 三杯也可以 油炸 陪我們這些東方人看了什麼都想吃 中國人真的 好 來 所以你在這個 這個一上船就是八個月對不對 在郵輪上市 郵輪上市 然後貨船也是 郵輪會稍微短一點點 好 現在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來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就是假設你今天是一個郵輪公司 你要招募我們這個聽眾朋友 請大家來那個郵輪上上班 嗯 你一定要發出一個招募廣告 好不好 告訴人家說來來來 就跟那個當兵的時候 I want you 對不對 I want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那增兵廣告對不對 好來 今天我們來增郵輪的這個幹部的 這個這個招募廣告 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我們來請我們今天 Daniel來跟大家訴說一下 到底郵輪上有什麼好處 好 歡迎你回到凡人節意想之間 謝謝各位豎起耳朵拿起紙筆 好不好 今天這個Daniel他身經百戰 上了貨輪游輪 還有現在探險隊啊 這樣的一個旅遊 他可以看到國際上各式各樣的知識 認識各式各樣的朋友 還可以領到優渥的薪水 這些事情等等的好處 來我們請Daniel來跟大家敘述一下 為什麼你要來參加這加入這個工作行列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在選田科系的時候 我本來就要知道我要去念海大商船 但是我稍微看一下我們學校那個官網 在商船系裡面有切一個廣告 那裡面就是幾個駕駛級的人員 然後後面好幾個金髮美女 喔那個叫什麼Charlie 對 Charlie's Angel Charlie's Angel 對 但是其實是個誤會 那就是給大家知道說 你可以到世界各國走有列國 而並不是說你上了船是一艘郵輪 那是我之後才開始知道 越南真的沒有任何一個學長界 去過郵輪上工作 甚至當駕駛 喔沒有過 你是第一人 對我是第一個 因為主要是因為台灣的票太麻煩了 台灣的駕駛的票 在國際很少的地方是被認可的 駕駛的票 就是我們的票必須要去 他每艘船都會有他的船機國 也就是船尾的地方會掛一個國旗 你的票必須要是跟那個船機國 必須要是符合一樣的 才能夠去上那一條船 所以上面掛了一個什麼 巴哈馬的話 巴哈馬你就要做 我就要是巴哈馬票才能夠上去 執照嗎 這是我的海員手冊 我的執照必須要是符合 那他又換了另外一艘船 你又得換了 就要得換了 對但是在台灣 我們只有巴哈馬跟賴比瑞亞 比較多一點 然後你只要一跳到什麼英國 或者其他新加坡 就沒了 就沒機會了 對但是 這些就算你有相關的 後輪的這些新加坡票 也只是for你的公司 你不適用於國際認可的 所以你還是以 如果真的要去跑郵輪駕駛的話 我是不這麼建議 因為真的太麻煩了 除非你真的找到有 剛好有巴哈馬船機國的船 那去郵輪上幹什麼 去郵輪上嗎 對啊 什麼工作你覺得 就多菜多姿了 我覺得最棒的工作是HR HR 對 人資嗎 你一上傳的時候 第一關就要先進過人資 對 人資就開始看 哪一個漂亮的妹妹上來 然後就是 其類的這樣子 然後又可以跟他講說 就是之後你要填什麼表格 你跟他待的時間 至少是10到15分鐘左右的時間 對 然後HR還有很棒的地方是 他是管我們員工party的主辦人 對 所以都是一些歡樂的東西 所以這個人就是 基本上散發歡樂散發愛 對 就是可能我們定期大概一週到兩週 會舉辦Crew Party 然後他就會去 可是做HR 這個語言能力就要很強 那肯定的 就是你英文至少 如果說有第二外語會更好 對 偶爾也會碰到一些 譬如說其他國旗的 譬如說法國的 或是德國的等等 對對對 那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story 我之前有訪問過 在郵輪上工作的一個女生 她就是上郵輪 她的其實她 後來工作一直滿檔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人都 開始跑出 跑到郵輪上去生活 很多人在郵輪上 所以他們需要一個懂中文的 很多 現在很多 現在非常需要 懂中文 所以如果是今天要上郵輪工作 因為拿的薪水 跟你的這個知識見聞 都跟別的工作很不一樣 比如說有人跑到什麼澳洲 當什麼很酷的工作 對不對 那你說到國外去打工 或做什麼 但郵輪上的薪水很好 也相對非常的安全 可是重要的事情是 加上中文需求又很高 但是你不可能只懂一種語言 我之前在那個 印證郵輪網站上有看到 就是一般我們在印證的職集 都是先有英文 再來寫其他的語言 比如說我需要第二外語或什麼的 但是我之前看過公司 就維京 Vikings 他是先寫中文 再寫英文 所以你知道他們 就多需要 中文人士 他們裡面還應徵幾個 比較top manager 包括hotel manager 飯店經理 還有主廚 就是他真的會需要 會煮這些 道地的這個中國菜的人 多大的需求 不是一個法國的廚師 然後去煮一個 中國菜 歐瓦米紗 對你在什麼厲害的米其林廚師 你要再煮歐瓦米紗 我相信他們也煮不出來 對不對 公保基地 是不是 對 所以現在真的很需要 很多中國人士 然後包括像一些 未來也 在大陸如果開放這些 郵輪市場的時候 我相信也會需要更多的 這個郵輪人才 現在那個大陸還是沒有開放的 就for郵輪這一塊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的郵輪 現在都先中庭 新加坡 泰國馬來西亞還有台灣等等的 就不停大陸 就不停大陸 沒有一個港庭的 對因為現在還沒有開 開的話還得了 開了就不得了 對真的不得了 得了還得了 中國人真的太可怕了 他一旦說我今天要吃什麼 那個種就滅了 不只滅 船公司還為了這個中國市場 可以把整條船翻成中國的樣子 中國的裝飾 中國的火鍋 中國的麻辣串 在船上都一定要讓 直接就是正宗的海底撈 海上撈 對 真的上去撈這樣子 是不是 對 所以郵輪這個行業真的是充滿人 但除了薪水高 除了這些工作之外 他其實對自己的成長有哪一些 他會學到什麼 我覺得可以在這邊認識不同部門的人 像我剛講到group party 不是只有玩樂 我自己去group party的時候 我都是在聊天為主 去什麼 聊天 聊天 就是很casual的找他們 不同的部門 聊天 然後他們在幹嘛 因為我就想比較說 比如說他的福利環境 就很好奇 因為我從貨輪到郵輪上 就是感覺像開啟一個潘朵拉的朋友 劉勞勞進大官員那種感覺 然後就想知道各部門在幹嘛 後來自己覺得 因為我英文還不錯 所以在HR或者是在這個免稅店的部門 就是薪水都還蠻接近的 然後我就覺得如果真的哪一天我要是駕駛做不上去的話 我還可以調到這個部門來 對 所以你看語言能力很強 不過還具備要具備什麼個性 個性就是要活潑 當然不一定說每個部門都要活潑 像你在煮菜的話 你就不需要面對客人 你就不用面對客人 你如果是在員工區是做這個洗衣服的 這也不需要面對客人 所以你可以 但是大部分還是會需要能夠懂得 social 他其實就是一個飯店的概念 一個飯店海上移動城市 對海上的移動飯店 邏輯上是這樣 所以在飯店你會做什麼事 他就裡面就會做什麼事情 對 意思是這樣嗎 只是你在飯店時候你會排班 會休假 那麼沒有這回事 沒有休假 而且我們還要多一些員工的安全訓練 還有多個員工演習 OK 你讓我想到Titanic Titanic 你們做什麼樣的演習 現在已經很安全了 現在已經很安全了 現在幾乎每個月都會安排 大概三到四次的員工的安全演習 所以你一個月可能就要超 八到九次的演習 就包括客人的演習 因為客人上傳他們會演習 如果你有搭過郵輪的話 他們就是你上傳要傳到救生意 然後聽信號 然後到什麼地方集合 對然後我們這些工作人 就要知道他要到哪裡集合 然後去跟客人講的 你要去哪一個地方 對 去哪一條救生艇 然後去哪裡部署這樣子 聽起來非常安全 好來我們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歡迎你回到 范瑞姐意想世界 其實現在年紀人 我包括各位聽眾朋友 你的孩子 這一次在培養他一個 這適當的外語能力 然後鼓勵他多去走一走 這世界根本不是在台灣找工作 這麼這麼狹隘的想法 很多台灣的年輕人到海外去發展 而且發展得非常好 而且他們因為網路的關係 整個世界是扁平的 所以我們今天和這個 這個優秀年紀人Daniel 他在做了貨輪游輪 現在是個探險的導遊 對你的工作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是在船上 然後我先飛到極地 就是像是在阿根廷的這個烏斯壞 然後去南極的船 或者是到北極可能是斯瓦爾巴 所以你沒事帶人家去南極去北極 對我沒事就這麼無聊 帶人家去南極跟北極 然後去看 有什麼差別 都是滿滿天的都是雪 就是很漂亮的冰雪 冰雪啊 冰山 所以你看了很多撞過的表 所以你看了很多撞過的表 比你在Tatanic看到那個冰山 大很多 我沒有撞過 對Tatanic 我懂懂冰山很大 就在電影裡面 對對對 就是很大劇情的 甚至那種可能跟四分之一 台灣大小一樣大的那種冰山也有 跟四分之一台灣大小大的冰山 對 就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冰山 那就是新竹台北 就包括了新竹加台北 對新竹加台北 新竹以北這麼一塊冰山 對新竹以北這麼一塊的冰山 然後可能就在船在前面讓你看到了 甚至你還可以搭直升機 飛上去看這個 看不到邊界的這個冰山 看不到邊界 因為真的太長了 太大 真的壯過 它的這個高度大概是 就是厚度吧 厚度就是從海水到它的這個高度 大概是30到40米 但是你要想要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下面是什麼東西 下面就是大概8到9倍的長度 來我今天終於碰到一個有去過南極的人 網路上一直有一個傳言 地心存在另外一個世界 它的入口在南極 今天剛好我也是很喜歡這個話題的 我以前大學真的在看這個documentary 對不對 我在跑貨輪的時候 在太平洋就曾經看到不明的這個飛行物 然後打這個亮光在我的船上 是喔 對對對 然後自始之後 自始之後我就很相信 就是有另外 一定有什麼東西存在 在存在 因為文明太厲害了 對然後更讓我覺得要活在當下 就是要享受當下 要享受當下 對對對 所以你到了南極 對 下一次就寫一本書 我在地心的那段時間 南極有一個fact是你去看google map 你會看到很多打馬賽克的地方 對 你看google map很多都是很清晰的 為什麼在那邊 很多都是他可能被某個人突然發現 好像那邊有個大洞 然後後來就被馬賽克掉了 有個洞 有個洞 對 然後那個洞 聽說都是可能是 飛機都可以飛的進去 那麼寬的洞 因為可以看到比例尺 對 然後不久之中就被馬賽克掉了 所以你可以去看南極 然後南極還有一個 一個就是有趣的地方 是我們在南極的公約裡面規定說 南極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對對對 我知道這個公約裡面有講 對 然後為什麼就是有些地方飛機不能飛過去 這也是另外一個故事 對 之後有機會可以跟他分享 也不能飛過去 對 那他是說進航區 為什麼是進航區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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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很奇怪 對 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紀錄片燈的 南極真的是一個神秘的地方 因為他很冷 他最冷的地方達到零下89.3度 所以你去的時候你的裝備要非常強 我們不會在那個時候去 我們是夏季的時候去 然後那個地方是南極 那夏季的時候是 對 在南極的內陸 夏季大概是零下五到正七八度左右 夏天 各位 夏天的時候 對 零到五到七八度也是蠻冷的 對 你就差不多把他想成你在日本北海道 夏季的時候的溫度 對 那就還好 想成日本北海道就還好 把他換成那個井這樣子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對 那我們去南極幹嘛 我們去看風景 看風景啊 企鵝啊 冰山冰川 然後去了解這些探險家來這邊的一些歷史故事 有很多什麼 還有很多的金魚 對 還有很多金魚 對 鑄頭金 對 金魚也是在去南極一個大亮點 所以 那個金魚不是遠遠的 他是很好奇的會跑過來 然後在你父親那邊覓食 他有時候如果你幸運一點的話 你可能滑個獨木舟 你可能做個橡皮艇 他可能就在你旁邊傳來噴氣 然後翻過來一下 眼睛看一下 然後讓他下去 哇 賞金團 對 然後再更幸運的話 可能他噴氣的時候 就剛好打到你臉上 然後你就有這個 souvenir 有這個紀念品 這個香水 金魚的這個香水在你身上 什麼口味的 感覺上什麼口味 就是濃濃的魚腥味 濃濃的魚腥味 濃濃的魚腥味 對 如果夠幸運的話 是不是 會有危險嗎 沒有危險 因為這些金魚都很聰明 他其實 他也知道不會去太靠近你 最接近的時候 就是頂多離你大概30公分左右 就是到你真的可以摸摸的距離 但他不會真的切過來 那去南極有風險嗎 風險是現在還好 因為現在船都很安全 幾乎都是很講究安全系數 包括你在平衡衣服 它是多大的船 大概是 從小一點的 大概七八千頓的 一直到 七八什麼 七八千頓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 可以在大概 100人的這種船 對 七八千頓 對 那大一點大概2萬3左右 可以載到200多 然後 甚至有更大到500的也有 但是我們在南極工業都是規定說 登島一次只能登100個客人 所以我们在这边 都至少是维持在 最大众还是在100到200之间 这个载客量 那你去干嘛 我去做向导 我去做开船的 我开这个橡皮艇 然后带客人去看金鱼 然后带客人去看企鹅 然后如果说我们要登录的话 然后就把客人在岸上 然后在天气的允许之下 然后让客人在下面去活动 那跟冷却玩真的是大开眼界 那北极呢 北极的话 我们在斯瓦尔巴 主要是看北极熊 大家都比较好奇 北极熊到底是长得多大 是多可爱 对 所以我们会 也有另外的航线 就是刚刚前面讲到去北极点 我们会在冰上面 看激光吗 在冰上面看北极熊 那另外一个感觉 北极熊是怎样 是你有预约 它就可以出现吗 没有预约 我们要极力的 很努力的在驾驶上去找它 拿到望远镜去找它 对 可能方圆大概100公里 顶着就有一只熊而已 这是快灭种了还是什么呢 不是灭种 就是它的数量 其实没有到那么多 然后它有时候可能会在陆地上休息 或者在海边上找食物 所以不一定 所以它就是遍布的很散 那激光呢 激光要在北极的9月份的时候 去会比较恰当 在格林兰或是在 我们加拿大北极 这边都有机会可以看到激光 对 你的人生 很容易把妹耶 我刚以为人家说 很容易看激光 还是很容易看气 真的耶 你回来随便找个妹跟他讲 我们出国玩玩 下次这次带你去北极 下次带你去南极 然后像去玩一玩 坐个小飞机进洞里面去玩 进洞里面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很容易唬到那些妹 唬到一愣一愣的 来我们到等一下来问问看 Daniel到底有没有妹 艳遇这件事情 好不好 来 待会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 凡人节意想世界 今天要谢谢Daniel 他让我们领略了 所谓的货轮上 这个游轮上 游轮上 对 以及到南北极的探险队上面 所以台湾有很多台湾人 去南北极吗 探险 我去年12月圣诞节 那个季才刚刚带了一团 台湾第一艘的台湾爆船 第一艘啊 第一艘台湾南极爆船 多少人去 170个 什么人啊 都是台湾人 不是什么人啊 台湾的什么人啊 这些是什么背景啊 还蛮多 这是医生 然后可能也有一些老师 主要还是退休组比较多一点 这样子一个人去要多少钱 多少天 一个人去 他们跟团内侍 好像是70万左右 台币 70万多少天 总共加起来 好像11天的航生 再加前后飞机段 大概16-17天左右 16-17天 网站这样子是70万 70万 有吃有住有喝 对对 船上全报时 然后又看着冷的要命 对不对 到那边去 然后被金鱼喷到的意思 都是鱼腥味 对不对 少数少数被喷到 对不对 就是每个人都能幸运的 然后就来看到这个很大的冰山 对很大的冰山 看到地球暖化 对对对对 然后到那个洞口逛一逛 你有看过那洞吗 洞口没有啦 那个是要靠飞机才看得到 对我们坐这个船 还是就是看看这个风景生态 所以你有看过这个 那个没有没有 那个那个如果有机会 呃也不会有机会啦 因为那个是进飞区嘛 对嘛 不可能会有机会嘛 那就是我是当那个拍了那个驾驶 也不可能会有机会 你也不可能有机会 所以哪方面的这个想法 这件事情 人家说兵变 他说他也被船变 船变海变 海变对不对 真的哇靠 其实变到之后也都习惯了 对 谁习惯谁啊 我习惯对方变 因为这是很正常 因为其实不只我一个 其实船上身边同事 也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到之后 特别是在邮轮上的话 大家其实都是上来 可能认识一条船 然后可能另外一半下船之后 就分开了 你下次把他没换个方法 我想给你约一个八个月的会 我买一张船票给你 哇那这样的话 也要花不少钱去 我们虽然有员工福利了 但是也没有到这么好 没关系 就14天再换另外一个 还是20天再换另外一个 不是 你跟他在船上待14天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过了两三个月 这样再上船一次 再跟你碰个面 可以了 对方的工作也要非常弹性 女人只要到恋爱脑 他很有弹性的 OK 对不对 是不是 他觉得我好幸福 谁会没事有14天的假 你不了解女生了 他跟他的闺蜜在讲说 你知道吗 我男朋友在干嘛吗 他带我去南极 而且他去北极 我那天跟北极熊 跟他来谈 跟人家来开直播 他直接北极熊 就直接跟我直播带货 北极熊游 你听过吗 对不对 北极熊 他是真的蛮可爱 但是我们都会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居距离 对 他其实 他是个温馴的动物 看起来温馴 但是真的要过来吃你的时候 就不温馴的 好 你走遍大江南北 你觉得你的这样的人生 带给你的 这个 你应该一直会往下做吗 会 因为我觉得还是很多地方还没去了 还有很多体验 因为现在很多船 都有些新的玩意儿 比如说 有潜水艇 在极地的浮冰下 看这些海底的这个事物 我都觉得好心动 真的 然后还有这个直升机 然后从天空看冰川 看冰山的感觉 在水面上看就不一样的感觉 人生去一次也真的 对 然后我在 看你这没事去什么巴厘岛 普吉岛 什么东西啊 真是 听起来很逊啊 没有没有 对不对 跟丹尼去南极北极这样走走 那个真的 也要不怕冷啊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 有些人怕冷的话 也不是这么适应 你保暖做的好就好了 对 是不是 船上都有暖气 对啊 船上你上了船这不是问题啊 现在甚至有些船 他在他的外甲板 会放那种椅子 他那个椅子上面是一条一条的管线 管线是有 直接 直接BBQ你的大腿 对 哈你的屁股 对不对 没错 都被你讲对了 对不对 鱼热然后放上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在那边坐在户外 然后不会感觉到人 然后看着冰山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看 人类只要有钱 好不好 科技都可以这样 不要有战争 我之前听过一个日本的客人 多夸张你知道吗 他几乎不睡觉了 他就是一直 坐在那个椅子上 那个团椅上 然后他就是把握船上的时间 一直不停的看外面的景色 他觉得一身 一直不一直 就真的 对不对 70万台币花下去 不会再来第二次 你没事来逛着干嘛 对没事 你在房间睡什么觉 躺在房间睡觉的 房间睡什么觉 直接跟他讲 我不要房间 更便宜这样子 我就坐在甲板上 只要吃东西就好了 我只要有吃东西就可以 洗澡的功能就好了 对洗澡功能就可以了 青年旅舍 青年旅舍 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对 他做的真的不会冷啊 就是有那个椅子啊 就椅子就这样靠着 然后就穿着大外套 然后头也记得把它戴好这个暖帽就好了 对 这就是各位你有听过抗吗 他就是抗 然后再配杯这个暖的咖啡 就可以保持刚刚亢奋的情况 一直在看地上 这个中国东北的抗嘛 对不对 北方的抗不就这回事了吗 对不对 我爸还小时候 我小时候还爸跟我讲 以前那么烧抗的故事 我听了一愣一愣 想说什么东西啊 你今天听完以后 原来你就是个抗嘛 对不对 好了 我们今天玩笑归玩笑 但是很轻松的跟Daniel聊到 他的工作 也是边工作边旅游 而且这个有这个很好的收入 这样子 那么也可以把自己的人生增长见闻 各式各样的好处 对不对 对我在书里面都有提到 就是薪赤表 当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好 当然就是我所想要提到的是 你升线的速度会 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这个行业缺人 各位 这是一个缺人的行业 他是真的是 这是蓝海的行业 我告诉你 真的 非常缺人 好好装备自己 如果年轻人想要快速赚钱 而且增广见闻 然后交各种不同的朋友 然后没事被兵变 海变 很容易 船变兵变海变 船变没事被变 那是他只是他的一些小副作用 好我们今天谢谢Daniel 我们下个小时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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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